宏伟宇当时交的女朋友 据说他家做钢铁生意 然后你还去他家打工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东吴的那一个 他那时候因为他的牺牲 牺牲我那时候同时交了 这几个女朋友 然后他愿意想要跟我 继续继续走下去 因为他们家本身是做钢铁买卖的 然后也有时候缺人的时候 我们会过去帮忙 那因为在1997还是96 那时候刚好钢铁的市场铺动 非常非常大 那因为他们是做钢铁加工的 因为也是有一些买卖 后来因为这样子公司倒掉了 公司倒掉了 然后呢 因为他也必须半工半读 他也为了半工半读 后来研币 那我因为他研币 我也选择研币 我就得陪他 陪他多一年这样子 因为他是上学期研币 你好暖哦 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做太多 鞠躬尽脆 他今天爸妈妈会打电话给他 真的 然后那时候因为他们家就等于是破产了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有在头裤公司 白天有在头裤公司写一些东西 那我那时候薪资还算不错 那他有一个弟弟小他 差不多三岁左右 那时候有时候学费啊 讲不出来 我都会帮忙带电 对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男生 有肩膀男生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 哪来的钱啊 你也学生啊 那时候我大学 因为我家里每个月那时候给我两万块的零花钱 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头裤公司有三万多块 事实上我那时候大三大四我过得还蛮 那钱全部都花在女人身上 真的蛮多的 因为暖人家很多钱 那你说你上次来讲 同时叫了四个女朋友 网路上骂得很凶 是怎么骂 就是说长这样哪来的条件哪来的自信 你有看 这个是标配 因为一开始 我从来不看这些东西 那些人一定很生气 后来我来的时候刚好那个企划跟我讲说 笑语哥你有沒有去看那个留言 我说没有我才不会去看这些酸民写什么东西 然后拜托你千万不要看 然后因为好奇心 我回到家无聊 我想说到底是写我什么东西 然后半夜两三点 我就滑滑滑 越滑我就心越酸 除了讲说你长这个样之外 还是有点辟钱 有点小钱 对你凭什么条件 所以我还是觉得 你觉得暖那个性格是容易改的吗 我觉得有些人暖是刻意营造出来的 那有些人就是天生他就是比较细腻 他是很真实 他是想要表现对人家好的那一面 对 那但是有些小戏也其实看得出来 他是刻意做还是本身的天性 还是得看得出来 是是是 那这个阿德你觉得怎么看宏伟的暖 我觉得他算是真实的啦 人家真实的人都会很惨 因为真实的都是那种 就是其实没有分寸 其实不真实的反而有分寸 因为不真实的都是搞排场 那搞排场都是有目的的啦 那我觉得就是真实 就是我觉得女生 其实一定要记得是说 当你看到一个暖这个事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说 烟火不会天天游的 你要想要说 当你遇到有人对你很暖的时候 你只要心理感谢跟自主就好了 不要幻想说这是一个常态 甚至不要想说他是只有对你 就算他只有对你 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可能很热恋你才对你 等这个感情比较平淡的时候 那个暖可能又不见了 而且最糟糕的是说 当你期待每天都要那么暖的时候 就算他真的给你 你也有一天会觉得 就是暖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你要记得就是说 这么难得的感觉 一定要记得就是说 不要期待常常有 然后你要懂得欣赏就是说 你知道当你不要期待过度的时候 你知道感情会变质 都是因为期待太多 但你不要期待太多的时候 反而这些暖 你可以好好的品尝跟欣赏 甚至会觉得有一种小缺心 我觉得 是是是 黄医师在一届暖男多吗 就是像这个节目 切齿跟我讲说 要讨论这个暖男的时候 我本来一度想要婉拒 是因为我觉得我周边 好像没有什么暖男 因为特别是像是在 你上旁边就有一个 没有我抢的比较深刻是说 第一个因为其实如果是在 刚刚回应郑大哥的问题是 医界我觉得暖男相当的少 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不需要做 那么多温暖的动作 他只要把白袍披上去 大家就给他鼓掌 那事实上如果在我们医界的话 只要这个男医师他有下车 就是来帮女生开车门 我们就给他比赞 就说其实 太难了啦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暖男 比较可惜的是 其实暖男自己 我不是指红尾 暖男有时候自己要知道 其实你得到暖男的称谓 只是女生那些 不想要做自己做的事情的时候 委托给你做的一种仇佣 其实这个title是给你仇佣的 那如果你的等级跟level 是因为拿到这样的仇佣 就觉得天大欢喜的话 你的人生就会被 这样的仇佣制约 其实你如果仔细想一想 你说那个筋痛 然后你在那边敷热 那个热毛巾什么的 其实筋痛你就是好好处理 你就是要吃药 你女生你自己要知道 你的身体状况 你就应该要吃药 然后要做好处理 你何必要麻烦一个人 一直在那边好像演古装剧 在那边演古装剧 现在也有人做这种事情 那我听说不需要嘛 不需要 那所以这个就是仇佣 因为你做了这么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暖男的这个皇冠 就给你戴上去 你不要破坏我之前的 这种美好的印象 拜托 而且现在也有热水带啊 为什么要在那边有 我完全是支持红尾 因为那个YouTube下面 那个专业的留言 我每一则都有给你看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过分 可是就是分清楚 所以女生不要 要因为是要占人家的便宜 所以其实没有欣赏这个男生 然后找不到其他他的优点 所以叫他暖男 不然的话其实 我们如果打开那个 这个翻开历史 你可能看到那个明太祖 朱元璋 你什么都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情 你就说他是暖男 你看到他的照片 他不够帅 你就说他暖男嘛 然后我觉得 朱元璋长长得很丑 你这一讲好像也不够帅的意思吧 所以我要讲的是大家应该要先分清楚 就是暖男他在他的这个历史的演化 他在以前为什么会有暖男这个称谓 不过就是因为你不是帅哥嘛 你不是帅哥 然后你就要做一堆很多好好的事情 然后女生 终于才跟你挂一个title叫做暖男 那男生你自己还因为你得到暖男的称号 很开心吗 女生也不要去这样占人家便宜嘛 应该要真诚的去发掘宏伟的优点 比如说我听到这么多 他可能讲的这些细节 我刚刚也是听到都晕了 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演韩剧 可是实际上如果再回到现实的话 我就可能会觉得说 那宏伟其实你不用做那么多 我就会可以看得到其实 你其实是对朋友是很有益气的 可是你凭什么对朋友有益气 不就是因为你已经把你自己的金钱 你的时间你的身体都照顾好了 所以你才有衍生出这么多精气神的时间 那你喜欢男生什么样的暖举 我自己我就很逊啦 就是说我前夫只要问我说 这个去餐厅点菜 他只要有点空心菜 我就觉得他在 因为他有在乎你 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讲 放的歌只要是邓丽君 就是暖举 如果坐他的车 他只要放邓丽君的CD 那我是个渣男 因为他唱邓丽君歌给我听 我还说很难听 就是我说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然后我们不用因为对方要做很多 你才给他一个抬头 你其实很多细节 你到那个点你就觉得很开心 就给他鼓鼓掌就好了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你看男生要做到这么多 然后我们才愿意给他一个暖男的称号 其实如果就女生 女生其实也有所谓的暖女我觉得 那就是说我自己有发现 就是说可能比如说以前 这个有听到朋友 就是大学的时代的这个例子 其实这个女生 他可能颜值在标准以上 然后你会发现在班上 所有的男生都喜欢他 可是他不是大美女 可是颜值也只是标准以上 为什么男生都喜欢他 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男生就要给他觉得 就是冠上这么好的一个抬头 其实他不需要做很多 如果是聪明的女生 他只要稍微显露出就是 家里还算有钱 然后呢他的时间很多 而且他愿意为班上付出 可是其实他都是 就是虎头蛇尾的 就是讲得很漂亮 可是其实你叫他做事他不做 可是他只要表现出 他愿意帮助大家的心 大家就会突然把这个女生 拉到很高的位置 然后他继续保持暧昧 他从来不告诉你 他男朋友是谁 然后男生就会把那个希望 放在那里 你会发现这样的女生 其实很轻松的就得到 全班男生的一种追捧 可是其实是很虚的 所以男生 我觉得是太笨才要做暖男 你应该追求实在的东西 太笨才当暖男 太笨才当暖男 应该追求实在的东西 你的讲话比酸米还更严密 没有啊 我是女老板的好朋友啊 没有啊 我要替他讲话一下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说暖男有一个特质 其实大家可以那个 其实暖男不是真的 大部分的暖男都不是为女生来做的 他是为了不明调育 是他在付出这个过程的 他很享受 对 得到成就感 而且会做成习惯的 就是不这么做 就是好像那个 而且规格还会越做越高喔 结果会这样